春天要到了 你們是不是也想要換一個髮型呢? 像是粉紅色 如果你不夠白 不夠古靈精怪 這個顏色就算你顏值超高 染起來也是會怪怪的喔 粉紅色一直都是個很少女的顏色 如果想要染這個夢幻的髮色 會要有白皙的肌膚才消化得了 今天就讓我們來看看 八個最適合粉紅色頭髮的韓國藝人吧 第一 不致敏 被網友評價為 粉紅色頭髮中最有療癒感和神秘感的一位藝人 染了粉紅色頭髮後 他看起來多了一股仙氣呢 第二 Red Velvet Irene 不管是染枕頭 或者是只有鎖部以下 染成粉紅色 都是非常的吸睛 搭配輕快的歌曲 讓人覺得十分有活力 第三 姜丹尼爾 在Produce 101中 很多人對他的第一印象 就是粉紅頭髮 和他陽光般的可愛的笑容了吧 第四 XO的柏仙 染過很多顏色的他 髮色都可以組成一個調色盤了 粉色頭髮看起來多了一點 稚氣 人人愛的感覺 讓許多女粉絲心動不已 第五 Momoland Joy 粉色頭髮超級適合他 鬼靈驚怪又搞笑大方的個性 跳舞時超有喜感的表情 和天生的搞笑天分 實在讓人視線無法離開他 第六 Big Bang 的 GD 永遠走在時尚尖端的他 淺粉色中分髮型 瀏海稍微做點捲度 立馬如獲不少粉絲的芳心 第七 少女時戴在太妍 Party活動時期的粉色漸層 真的給人一種明朗又清爽的感覺 粉紅色頭髮的太妍 就像是從童話故事走出來的美人 不只粉紅色 太妍根本就是淺色髮色的代言人 第八 媽媽目的宋樂 皮膚白皙 擁有陽光般笑容的宋樂 不只粉紅色 連金色頭髮都很適合他呀 另外像是韓國彩妝教主Pony 也是可以駕馭粉紅色的人選哦 你覺得誰最適合粉紅色的頭髮嗎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哦 點這裡可以看到更多KPOP的新聞哦 我是Sherry 我們下次見 掰掰